好大 这条够煲汤了 这是下午五点半钟 我们来到了惠东延州的红树林码头 待会我们就出海去捕鱼 然后拍一下红树林这边的美景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拍这边的晚霞是非常漂亮 村子里面穿到我们马上要坐船的码头 这也是一个渔村 已经来到了延州码头 这里是我们要坐船出海捕鱼的这个码头 这边全部是停了本地的这些渔船 在码头这里还看到有一些民宿 这是我们今天的团队 在这边待会就安排出海 我身后就是延州这边的红树林码头 我们现在是准备坐船出海去拍红树林 而且这边现在这个点 夕阳是非常漂亮 这些船全部都是本地的渔民 他们的私家渔船 所以可以体验一下出海捕鱼的这种乐趣 好了 我们现在上船了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团队阵容很强大 有50多个人 这个船呢 它每艘只能坐10个人 这里也就是延州岛出海捕鱼的码头 走喽 出发出发 来咯 来咯 来看一下 全部是我们的人 现在我们乘坐着渔船 出到这个内海 这边的捕鱼呢 还是收获还是比较大 因为整个捕鱼的海域呢 是属于内海 所以风平浪静 现在因为时间有点晚 所以我们今天的夕阳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期啊 所以现在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些红光 我们看到在左边这边有一个海堤 这条海堤呢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 就是港海 可以沿着这条海堤 带着港海的工具 在这边体验港海的乐趣啊 看一下今天我们船上的船友啊 全部都在这里拍照 前面就是我们刚刚下山的观音风车山 今天中午就是爬到这个顶上面去了 好大 这条够煲汤了 看一下我们收获满满了 第二碗好多 这里就是位于惠东延州岛的红树林 我们现在是在出海捕鱼 这里看到一大片都是养蚝的基地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全部都是生蚝 哇 这个生蚝好肥啊 好大只 我们看到吊在这里的全部都是生蚝 对面不在那边的呢 差不多都是珍珠 也就是一边是养珍珠 一边养生蚝 我们从养蚝基地看完 现在呢 沿着这边来到了我们的珍珠养殖基地 哇 我知不知道小姐姐已经坐在船上面拍到了 oczywiście 今天需要你像并不能发光 今天需要你像并不能发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